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爱美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雪 大家好我是美自联的朴市长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业内的资深朴市长 然后呢今天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好奇了 我就是比较好奇因为其实来韩国的客人做手术的非常多 但是呢有一些客人吧总会是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就是想个人八卦一下 有没有这一刻让市长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客人来做手术的时候 因为做这个行业的话因为来医院就是做手术的患者当中呢 就是有很多就是有自己故事的那种顾客 就是也有很多让人记忆比较深刻让我忘不掉的顾客 就是近期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位就是顾客的话 他是从中国过来的顾客 然后他来医院的时候呢就是给我的感觉是那种特别没有自信的 因为我要跟他咨询的时候他在我面前是有点不敢摘口罩 对因为他说他现在的样子特别不好看 对所以就是比较不好看说怕就是让我看到以后就会有一点就是说的话就是怕吓到我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因为在这边就是工作的话就是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嘛 所以说你不用跟我就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就是怕吓到我什么的 然后他摘下口罩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过来做鼻秀妇的嘛 因为他摘下口罩的时候呢 他那个鼻子是就是完全是一个歪斜的状态 歪了 对就是歪的特别明显 所以他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鼻子歪斜的问题 所以他就是两年都没有跟家人一起过过年呢 家都不会 对因为他就是不敢去家里 因为怕家人看到他这种情况的话 会就是比较担心 所以他就是也不敢去家里 然后就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社交的一个女孩 但是呢那段时间呢 他也就是不敢去跟他朋友去联系啊 就是别人找他一起玩的话 他也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 嗯 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自卑到就一不来见人了 他就是天天在家里面 然后他过来咨询的时候跟我说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接受 所以呢就是让我们院长呢一定要给他做好 嗯 对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是他进完进手术室之前呢 也一直跟我说 他说他想就是回个道正常一样 也必须要 也不是那种特别漂亮 他就说就希望自己能回归正常生活那样 然后进手术室之前也一直那么跟我说 就跟院长说 就是说院长就是好好拜托了这样的 然后他出手术室以后也是 因为我们就是做睡眠麻醉的话 大家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清醒的状态 对对对有点迷糊的 那可能他那个意识当中也比较在意这个问题 他出来的时候我去看他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让我给他打镜子 那要看一下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什么都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又贴那个低夹什么的看不出来 但是呢就是我们可能拆线呢拆低夹的时候呢 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 嗯就是这样 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也就比较高兴一些 心情还是恢复了一些 对对对对 那他之前做手术之前就是他应该是谈了很 有也有男朋友啊 对 然后我们去经常去跟朋友玩 对 但是因为这个也受影响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这种问题 就让他特别没有自信 他男朋友当时是什么感觉 分手了 就是就是因为他 嗯他跟我说是分手了 就因为他那种就是可能也跟他自信那种 就是自卑的那种感觉也有关系吧 嗯受的打击也比较大 对可能朋友也会是说 最大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那朋友也不去说他手术失败了 我们怎么天天见嘛 然后他出院他就是拆完线以后 最后走的时候跟我说的说 他说他要回去以后要找好多小哥哥一球 对 充实自信了 对对 嗯 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整形 有失败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 这个还是说在沟通啊 或者是在选择材账上的时候 选择适合自己的了 对 还有就是对专家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在韩国女生们做手术 肯定是要看一下哪个院长给他做手术 对 就是找院长还是挺重要的 这个宝宝还是非常幸运的 对 找到咱们院长还是做好了 对 然后再回到国内 但是你只要是说他一个月他基本上也就消很准 对 一个月七天就可以消走了 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很好 然后他回去跟我反馈的也是 因为他会跟我联系给我发微信嘛 嗯 然后他跟我说的说 哎他说他鼻子很好看 然后周围的朋友看了也是说就是要比之前变漂亮太多了 嗯 对 然后他也就没有那种焦虑的那种感觉 嗯 希望他通过这个事情整形也是说可以让他变美嘛 对 希望他这个事情让他的这个视野爱情顺风顺水 谢谢市长分享的这个故事 我们也是说后期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也可以联系到咱们里跟我们市长再细聊一下 好的 那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拜拜